嗨大家好,这里是白龙马大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未来所有人都要被打分 分数最低就要被关进监狱的故事 未来世界里无论人们进行什么活动都要给别人打分 同时别人也会给自己打分 一个人的分数值决定了她的交际圈与阶层 雷西是个很在乎自己分数的女孩 她努力社交,拼命练习笑容 为的只是让别人给自己刷五分 经过她的一番经营,她的分数维持在了4.2左右 这个分数非常不错 是能刚刚迈入上层的基础分数 今天,她特意拍了张精美的咖啡照 发到自己主页 尽管难吃,她也拼命称赞 因此她的分数又往上增加了几个点 可惜,这几个分数点很快就掉了回去 因为她跟办公室里最低分 同时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说了话 还接受了她的好意 就被同事匿名打了低分 下班后,她去看了新房子 这里是她梦寐以求的完美户刑 但是租金昂贵,雷西囊珠羞涩 而且房子只针对分数4.5以上的人有折扣 为了早日住进心爱的房子 她找到分数中介 希望她能为自己出谋划策 中介提到,她需要更多高分段用户 对她的高分评价 至此,雷西开始下意识讨好 生活上所能遇到的高分段人士 可惜有点用力过猛了 她给他们的印象并不好 雷西把主意达到了以前的闺蜜头上 她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分用户 怎能才能让闺蜜给自己刷五分呢 她便拿出了她亲手制造的破娃娃 拍照并上传主意 很幸运,雷西获得了今天的 第一个高分用户给予的五分好评 晚上,她接到了闺蜜电话 她邀请她参加自己婚礼 并且要作为伴娘演讲 而婚礼上会有很多分数 4.7分以上的大人无出席 这对于雷西来说 简直是天赐良机 视频通话结束后 跟她一起住的弟弟 狠狠嘲笑了她一番 因为她俩根本就是素了解媒情 在过去 这个闺蜜对她十分刻薄 还背叛了她 现在雷西居然全忘了 为了分数一股脑就往上冲 两人大吵了一下 弟弟认为她开始变得虚伪 但雷西不管不顾 她努力准备演讲词 为了准时到达机场 她不小心撞翻了别人手上的饮料瓶 至此 她开始不断地被别人打低分 到了机场 她发现自己航班被取消后 她完全控制不住情绪 开始发飙 因此导致自己分数 降到了四分以下 无奈 她准备开车前往 路上 分数一降再降 各种临时意外 都没能打击到她 前往婚礼的决心 所幸她遇上了一个 分数只有1.6的老太太 她向她伸出了援手 中途 闺蜜打了电话 她拒绝雷西出席 因为她的分数 已经降到了2.6分 如果她出现在宴会的话 会给高分段人们 再来灾难性的打击 雷西都沦落到这种余地了 婚礼的五分好评 是她支撑到现在的唯一希望 她毫不犹豫 闯进了婚礼现场 拿着麦背诵自己 反复练习的朗诵词 但所有人把她当怪物看待 她的分数越来越低 雷西再也回不去了 她自暴自弃 还拿着刀对准闺蜜 她说 我知道你睡了我的前男友 而她也在婚礼上 故事最后 她把所有不敢说的 通通喊了出来 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看着对面 一桩整洁的身世 她发泄性地 骂出所有 会被打击分的词汇 电影到此结束 这是连续剧《黑镜》中的 一个小片段 所有人为了追求高峰 努力掩饰自己 所有不快 把自己最虚伪 最完美的一面 暂时给外界看 可惜啊 现实哪有这么完美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这里是白龙马达电影 喜欢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